阿凡达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 最近在接受GQ杂志专访中 回忆了一段 当年小李子来试镜泰坦尼克号的趣闻 原来莱昂纳多 差点错失这个经典角色 原因是卡梅隆觉得 他一开始对这部电影完全不上心 卡梅隆说 当时小李子来试镜 结果发现全办公室的女性都来围观 原来都是来一窥小李子的美色的 卡梅隆承认 当时小李子的举手投足 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包括他自己 于是他邀请小李子 在跟已经订好的女主角温斯莱特 一起来拍一条试镜视频 其实就是两个人读剧本并拍下来 但小李子到场后听说要读剧本 当场就拒绝了 当时卡梅隆已经架好了摄影机等着开拍 他没想到 小李子会当面耍大牌 卡梅隆于是和他握了握手 并说感谢你来这一趟了 小李子也傻眼了 他反问卡梅隆说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今天不读剧本 就拿不到这个角色了 对吗 卡梅隆坚决地说 对啊 他向小李子强调说 这是一部大片 我要耗费两年时间来拍 到时候你拍完后 拍拍屁股走人 我还要忙后期制作 等一大堆的事情 所以我绝对不会因为选角出错 而搞砸这部电影的 你要么读剧本 要么就走人 最后小李子只好不情愿地说 好吧 卡梅隆还说 即使小李子同意读剧本之后 态度依然很消极 浑身散发着丧气 但当卡梅隆喊开拍的时候 小李子一秒进入角色状态 化身成了片中的杰克 当时演对首戏的温斯莱特 也非常入戏 结果两个人火力全开 卡梅隆当场拍板 指着小李子说 救你了 据说在开拍之前 小李子看完整个剧本后 还找卡梅隆称 剧本需要稍微改动 结果还是被卡梅隆劝退 可见卡梅隆是一位 非常自信又强势的导演 小李子也是一位 非常专业而敬业的演员 不过自泰坦尼克号之后 两人没有再合作过 胶囊电影台 一起看好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